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 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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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挂挂挂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想要重复收听明明的节目 欢迎登陆YouTube频道 搜索德州中文台 来收听我们现场直播 以及播出过的节目 朋友们大家好 这两天天气啊 真的是异常的寒冷 今年的这个入秋以来 从今年三月份以来 那么这个这两天 真的是最温度最低的 这个两天的时间了 这个天一冷呢 就让我们感觉到了 这个身体啊 各种各样的不适啊 就很想喝点热汤啊 或者是吃一点什么东西 那么其实呢 在天气寒冷的时候 这个食补啊 确实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呢 调理得当 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身体 觉得很舒服 也会暖和起来 那么在秋季 其实在中国啊 我们从中国大陆过来的 第一代移民呢 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 十月份还不是特别冷 大部分在中国大陆地区呢 现在是一个吃螃蟹的好季节 那么在中国 由于它四周是有海 中间有很多淡水资源 所以我们在中国大陆吃的 非常受欢迎的一种螃蟹 叫做大闸蟹 这大闸蟹呢 是这个 这个 不是个儿头不是很大 然后这个腿上有一些毛 那种什么 大家爱吃的 鼎泰风的包子呀 还有那种蟹粉小笼包啊 或者是上海菜里的 这个蟹黄 这个蟹黄狮子头啊 所谓的这个蟹黄呢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 大闸蟹的蟹黄 并不是 正常情况下 就中国菜里这蟹黄 并不是来自于这个 我们平常吃的这种蓝蟹呀 blue crab的那个蟹黄 因为大闸蟹的蟹黄和糕 哎呀 那是格外的香浓软糯呀 所以对于我们第一代移民 来了美国之后啊 有时候特别想念的 就是吃家乡的这个美食 来了美国真吃不上啊 然后我每年回国探亲 以前经常又赶上暑假回去 暑假呢 等到这个八月份就回了美国了 那时候那大闸蟹还没出现呢 还没成熟 也吃不着这新鲜的大闸蟹 还有这蟹黄的 所以经常我们在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啊 这个想起家乡的美食 这大闸蟹就是我们非常想念的一号 另外一个还有皮皮虾啊 我们北京啊 天津啊 还有山东一带的听众可能都很熟悉 这美国也不大好买 但这皮皮虾应该不属于什么这个特别限制的啊 但是这大闸蟹是真好吃 而且我在北京生活多年啊 每年像这个秋天 包括到了中秋佳节的时候 除了送月饼 很多时候我们还习惯送这个一栏一栏的这个大闸蟹 大闸蟹呢 它是淡水蟹 但是它的生存能力非常强 就是它在离开水 没有吃没有水的这种情况之下 你稍微淋过点水甚至是干燥的环境 它能活很长时间 那么中国人吃这些海鲜也好啊 核鲜也好啊 讲究就要吃一个鲜活的这个味道 就是非常的新鲜 那么海鲜也好啊 核鲜也好 这个死了以后时间长 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 所以对于爱吃螃蟹的人来讲 吃最新鲜的一定是味道最好的 所以这个很多在美国的华人啊 对于大闸蟹的热爱和想念啊 我是非常非常理解的 可是最近呢 就在南加州啊 这大闸蟹就出了事了 就被查到了 那么这个美国的海关也确实挺厉害 他们发现了有一些货柜 虽然写的是玩具 但是有异常 于是呢 这个美国的渔猎局啊 就跟踪执法 最终呢 抓捕了这个 这个 这个嫌疑人啊 现在这个 有麻烦了 所以 在美国生活的朋友 可能这些年发现啊 偶尔就能买到这个 活的大闸蟹了 当然这个价格堪比天价 尽管是天价 就就我认识的人 我也我也记得有人也买过啊 这个我自己也曾经吃过 在美国吃过 有时候呢 这个虽然是活的 但是明显你看 它是旅途遥远啊 这个 这个状况肯定不是那么 那么好 但是已经 非常难得了 那么在中国大陆 这大闸蟹啊 要讲究什么 阳城湖的大闸蟹 然后上面还背着小号码 叽叽叽 但是啊 在中国大陆 这个大闸蟹 不同水域 不同的养殖方式 出来的那个味道 相差 真的很大 在祖国首都 我们有那种不能说是上贡的大闸蟹吧 但是往年就是这种 这种地方送给这个 这个北京这边一些珍贵的大闸蟹品种 哇 有一次呢 就就经常被截获啊 截获一些 就尝到了 哎呀 那个高 那个黄 那个味道 跟你在外面买那个便宜的 真的是差很多很多啊 哎呦 那个香哦 你吃过那个以后 你真的是一辈子忘不了那个美味 我现在想起来还要流口水 当然了 越南美国的大闸蟹 您是别想吃到这水准的了啊 但是啊 但是已经是非常珍贵了 可是呢 这个洛杉矶的这个10月17号 就发现了 南加州执法部门就破坏了一起 大宗的大闸蟹的走私事件 哎 这个最初被认为是华人买家的举报行为 后来证实为是加州的渔猎执法部门的一个调查执法活动啊 简称CDFW啊 这就跟那个没事 这个抓我们钓鱼的那个那个非法钓鱼的人是一伙子人 同样的一个部门啊 呃 他们是Temple Station啊 天普分局的这个渔猎部门的渔警察 这个叫不能叫渔警察 叫渔猎局的这个洛县警局 天普分局的警察们啊 应用行动 由洛杉矶这个资讯网报道说 大闸蟹的取货点啊 就被端了的这个新闻 在华人社区可以说是 哎呀 一时激起千层浪啊 一大堆蚱猫们 今年就在那本来是 各种社群等着吃大闸蟹都没等着 这大闸蟹就被人端了呀 哎 还有一些 有凑热闹不嫌事大的 这些讨厌的网红博主 为了博取这个眼球 自曝是举报者 哎呦我的天呐 这一时你这不找人骂呢吗 哎就怕没人骂 你就怕没人骂 这网红就怕没人骂 让人骂个够 哎就蹭了流量了 最后再澄清一下 啊 这个不是我啊 就还有人 这个大闸蟹的这个 这次被端哈 这个据说 渔猎局的新闻发言人表示说 这批货物进入海关的时候 在美国海关标签为玩具 结果海关呢 人家就能发现这个东西 有一点点的异常 然后他们发现异常之后 并没有立即的扣押 你想那个活物它会动啊 会冒泡 这个X光机是能看得到的 然后呢 这个这批货物入关 就被渔猎局给盯上了 他们不像往常一样 就是看到不对呢 当时就扣押 这次是故意放长线 钓大鱼 把这批货物呢 放入关了 然后跟随着卡车司机 找到了卖家的源头 那么这个渔猎局的新闻发言人 表示说 执法当日确实遭到了 店主的一个言辞拒绝和不配合 而且店主当时还拨打了 911报警电话 他强调说呢 他们是发现了可疑物品 在特定环境下 渔猎局是有权进行搜查 而不需要出事 而不是出事 而不需要搜查令的 所以呢 当地的警方 收到店主的报案呢 也是 一开始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前来看一看 后来发现呢 是这个渔猎部门在执法 于是呢 他也赶紧就是支持和配合 渔猎局的执法行动 你放心 那渔猎局跟警察 他们肯定是一伙的 所以网上那个风风炎炎 风风雨雨啊 一会说这个警察来 来帮助店主 那都是胡扯的事 那是不可能的 这是美国社会啊 那么这个卖大闸蟹 这店主啊 还有相关的涉案人员 就将被以走私罪被起诉 看着没有 卖的那么贵的大闸蟹 这个出来混都是要还的啊 卖那么贵 最后赚的钱 呵 一抓着走私罪 一罚款全回去了 哎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没有办法现在透露更多的细节 关于如何处理这批大闸蟹 那么娱乐局的新闻发言人表示说 所有的螃蟹都会作为物证 封存 等待法庭的指示 那么等待司法程序完成后 才会对螃蟹进行销毁 这事我也挺好奇的 这螃蟹它这物证 它怎么留着呀 你得搁冰箱里 要不冷冻吧 要不它不就臭了吗 哎呀 这么好的一螃蟹 让大家吃了不就完了吗 吃完了不就也销毁了吗 哎呀 他们是怎么封存的呢 对这个事情我真的很好奇啊 最近呢 一些叫这个 什么羊驼哥的一个博主 发文表示说 他是店主的朋友 了解内情 他说很多博主为了博眼球 蹭热度 自称或者自称是大闸蟹的举报者 事实上呢 搅和大闸蟹的并非是个人举报 而是鱼猎局的调查 这羊驼哥还透露说 店主现在正在寻找律师 准备起诉鱼猎局 指控他们执法过程是非法的 我待我 这个出了事 找律师是确实是应该的 但是您犯了错 哎 在美国 你想这个 这个执法违法 这事 我觉得是不大靠谱了啊 只能说 找找律师 看看那怎么怎么着能够从轻发落吧 于是警方也出来辟谣说啊 警方出来是为了控制局面来支持鱼猎局的 那么杨柏哥指出 由于老板平时为人不错啊 和当地的警局关系也不错 所以当地的警察局出动了所有的警察和警车 一共19台警车和40多个警员全部到了现场 最终呢 鱼猎局带走了螃蟹和店里的大约1万多块钱的现金呢 警方消息说 10月11号晚上8点左右 鱼猎局对羊肉大王以及货车进行了搜查 但是店主认为没有搜查令 因此拒绝配合 并且拨打了911报警电话声称 自己的店内遭到抢劫和盗窃 于是警方赶紧出动警力 来到现场之后发现这不是什么劫匪啊 是鱼猎局在依法办案 那么在得到了这个 这个店主得到了这个需要配合鱼猎局的通知之后 这名店主就将自己锁在店内 要求警方派出一名可以讲中文的警察和他进行沟通 等到警方按他的要求调来警员之后呢 店主要求他要和律师来对话 那么这个加州的这个洛县的警级天普分局的巡逻队长 Eric表示说 警方抵达之后 当事人拒绝和警方配合 也拒绝和特派员配合 妨碍调查制造冲突 所以警方才不得不原地待命 预防任何的暴力事件的发生 那么Eric表示说 鱼猎局和警方不同 这个鱼猎局他们出来搜查 是不需要搜查令的啊 只需要量明证件 就可以对可疑的货物进行检查 因此鱼猎局的执法过程是没有问题的 嗯 这一点是得到证实的 你看啊 在美国包括在德州 你钓个鱼哈 在停车场那儿遇到这个鱼警察出来检查 他不需要搜查令的 他出示工作证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地取证啊 打开你的骷髅就查 或者是在停车场觉得你的这个车辆有嫌疑 打开看看你的cooler 有没有不合尺寸的鱼啊 一发现不合尺寸的鱼螃蟹 就地就开发单 然后经常的这些鱼猎局就是在 我们经常钓鱼的这些码头啊 停车场附近就要求你出示 这个钓鱼证啊 这个钓鱼要有这个fishing license 所以大家一定 不要这个 有这种 觉得 这个 碰不着他们 你可能钓鱼十次 也碰不着一次 但是这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尤其是一些比较popular的 在德州的休斯顿的吊点 什么288啊 Freyport那儿啊 海狼公园啊 那些吊点 那鱼警经常埋伏在那儿 而且我最近经常坐船出海 我发现在一些public的那个boat 就是那个上下船的那个码头那儿 哎 鱼猎局的人专门有人在那蹲守啊 你别看他有时候不在 可能去吃饭去了 拐一弯吃完饭就回来了 他那车停在停车场的最后面 我每次经济欲啥嘛 就看一下鱼猎局那小镖 在他那个白色皮卡车上 然后呢 那老哥有时候就 就drive在那个 坐椅上 汽车座椅放倒在那睡觉了 老哥睡就睡 问题他不会总睡啊 睡着睡着你就醒了 一醒了就坐起来了 一看个船回来了 登登登登 老哥就溜达过来了 打开窟窿看看 啊 你们那个钓鱼赛斯都拿出来 看一看 瞧一瞧 完了这个 一有不合格的 这小发单蹭蹭就来了 所以啊 这个钓鱼警察 这个 这个渔猎局 啊 他们不需要搜查令 这一点是我们再次要重申的 好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好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上半段节目介绍了 在这个星期啊 在加州啊 这个洛县警局 天普分局啊 和这个渔猎局啊 联合执法 这个把一家大的这个进口 大闸蟹的进口商啊 顺藤摸瓜给逮着了 哎 这个逮着了不要紧啊 这事一出来之后啊 一夜之间 那些晒大闸蟹美食的朋友圈 各人媒体立马消失不见了 私下买卖大闸蟹的族群 也均静悄悄 好多一不小心 就赶紧这个销赃灭迹啊 delete delete 那么杨驼哥在视频中也说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大闸蟹取货点 被端了之后 目前南加州各处 倒卖大闸蟹的人士啊 都不敢轻举妄动 此外呢 机场的监管餐库里 也没收了超过一万只的 大闸蟹 估计已经臭掉了 哎呀 一万只啊 好心疼 好心疼 这个这个 这不如就地正法啊 就就就地分发 让大家吃了 那不也销毁了吗 那不是拍完照片 你不也有证据了吗 好好的东西 哎呀 可惜了了 根据记者介绍说 为了处理手中的大闸蟹啊 仍然有卖家顶峰作案 发出了二十块钱 二十美金一对的跳楼价 以其尽快把手里的大闸蟹处理干净 加州呢 我们有时候也说了 这么好吃一个东西 你这这干嘛呀 不就让它进口不就完了吗 你说这美国就这么多人要吃 这么好一个生意 怎么就不让进口呢 这事我也研究了一下啊 这个渔猎局的发言人也说了 这个中华 这叫中华熔熬蟹啊 这个叫 这是学名 我们俗称叫大闸蟹 是一种中等大小的螃蟹 我们中国大陆的人都知道 哎呀 那上海大闸蟹 那有名啊 那蟹黄小笼包 那好吃啊 得名于 它有毛绒绒的 像熔熬一样的爪子 它们个头不大 光滑圆形的甲壳 最大的宽大约也就三英寸 它的腿通常是甲壳宽度的两倍长 那么为什么你 为什么你 为什么要不让我们吃大闸蟹呢 大闸蟹于1992年 在加州的旧金山湾首次被发现 到1996年 这个大闸蟹已经向上游 迁移到了萨克拉门托的 圣华金山三角洲 到1998年呢 这些大闸蟹已经进入了分水岭 北至科鲁萨县 南至莫塞德县 据信大闸蟹在20世纪90年代末 旧金山三角弯流域的数量激增之后 经历了一个萧条期 它们现在很少在这个流域被收集得到了 那么大闸蟹是一个降河回游动物 这就意味着它们生活在淡水当中 但是它们需要在盐水当中 才能够成功的繁殖 所以大闸蟹珍常建于这个河口啊 潮尖带啊 沼泽地啊 稻田湖泊 河流和小溪 尤其是那个淡水和咸水交接处 那么大闸蟹原产于中国和韩国的沿海 河流和排入黄海的这个河口的部位 在欧洲和美国的加州 大闸蟹被认为是通过船舶的这个压舱水引入的 可能是为了建立渔业 也有人有可能是故意释放的 其他引入大闸蟹的新地区的途径 包括水族馆啊 还有这个活的海鲜贸易 就是这种进口一不小心 跑了一只 这只跑到大自然里 就开始繁殖兴风作浪了 或者是水族馆买了 本来是当做这个宠物 或者是这个水族馆给大家看的 结果呢 这不小心逃逸了 逃逸到大自然里 这就开始生养 这个就开始生养后代了 不断的繁衍生息了 那么他们大闸蟹被进口 或者运输作为钓鱼的诱饵 还经常呢 作为牛和鸡的食物 农业的肥料 和生产化妆品式的材料 哎呀 好浪费呀 是不是 那位 大闸蟹在加州的 限制动物名单上 未经许可 不许进口 运输或者是拥有 我想不光是加州如此啊 整个美国应该都是 类似的一个限制 那么大闸蟹到底 为什么这么不招人待见呢 那是因为它有些不好的习惯 大闸蟹的挖洞行为 它会破坏堤防啊 堤坝还有河岸 并且加剧侵蚀 就会导致防洪和供水系统能力 消弱或者是崩溃 哎呀 想想 这这事就挺大的 可是我有时候也怀疑啊 中国那么多大闸蟹 它为什么就就 没这个问题呢 它就没把这堤坝呀 河岸什么导致坏了 呀 也可能我们吃的太厉害了 还没等它搞破坏 就把它都给抓走了 有可能啊 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 鱼猎部门就说啊 这个大闸蟹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坏动物 它会导致防洪和供水系统 能力的削弱或者是崩溃 在加州 大闸蟹通过堵塞鱼类 打捞设施干扰了饮水作业 1998年 在这些设施当中 捕获了大约75万只大闸蟹呀 哎 我就好奇 这捕蟹的螃蟹都哪去了呢 居然 既然已经捕获了 你要是确认 我们没把它放生的话 我觉得可以送到超市里 就把它卖了嘛 送到超市里 也有人担心 有人买了当宠物 然后一不小心逃逸 这就又回大自然了 有什么办法呢 哎呀 就餐馆里 指明这个 他们就不允许 大概这些 堵塞了 公共设施的 不误获的75万只大闸蟹 估计也是销毁了呀 哎呀 我都饿了 大闸蟹会从钓鱼者那里呢 有时候会偷取诱饵 破坏鱼网 与本地的重要物种 争夺食物 特别是小龙虾 哦 Crawfish啊 原来大闸蟹跟Crawfish 还是死堆头吗 呃 这个Crawfish也很好吃啊 尤其像路易三纳州 这个小龙虾 季节一来的时候 哎呦 我有时候去路易三纳州 看到那个小龙虾农场啊 一排一排的这个 养小龙虾的笼子 然后一大了呢 就瞬间运到咱们休斯顿 各种什么Barter Garlic呀 各种这个Cajun Style呀 各种口味的好吃的小龙虾就来了 啊 想想看 大闸蟹也很好吃啊 不过你要是真来了 就把小龙虾这事给灭了 也有点接受不了啊 这个小龙虾也是咱们本土的 这个农作物了 也算是 呃 重要的物种啊 小龙虾 在德州 路易三纳州 这是小龙虾的天下 所以看来大闸蟹还没在咱们附近这块 啊 这个繁衍生息啊 没大看得见 如果能抓着呢 我觉得这个就不要浪费哈 赶紧卖到华人超市来吧 我觉得不会有人买了以后 把它当宠物的 我们留不到它当宠物那一天 直接都下肚了啊 留不到那一天 所以呢 这个 哎呀 这大闸蟹就是因为 什么钓鱼者那儿偷取诱饵 破坏鱼网 我不怕它偷诱饵啊 我们挂个虾 大闸蟹会吃 那蓝蟹 blue crab也会吃啊 吃了就吃了 我们有时候一钓鱼的人 鱼没钓上来 钓上一只蓝蟹来 那钓上一只大闸蟹也挺好的 不会放它走的啊 所以呢 这个 对华人来讲是不存在问题的 但是呢 啊 又说了 这大闸蟹啊 过度的钻洞和蜜蚀 而损害稻米作物 并且可能将疾病和寄生成 转移到本地的物种身上 哎呀 过度的钻洞 看来这是一个问题啊 蜜蚀损害稻米作物 所以这对于这个广大农场主来说 这大闸蟹他们很讨厌 可是我怎么听说在中国 好像这大闸蟹有人 还专门就养在那个水稻的 那个水田里头呢 因为啊 这大闸蟹吃什么东西啊 它适当的吃 而且这个水稻田里 可能也有一些虫子 或者什么样 这个大闸蟹把它们吃完以后 其实还能保护它 我倒从来没有听说 如果这个东西对于 环境有什么坏的影响啊 所谓的寄生虫 转移到本地作物啊 在亚洲 它们是人类肺烯虫的宿主 肺烯虫的宿主 哎呦 中国这吃大闸蟹 每年秋天这个时候 吃多少上万磅吧 都不止啊 没听说过谁 就因此得了这个肺烯虫啊 其实呢 相对美国的水源 如果比较干净的话 那这大闸蟹健康问题 或者吃的安全性 大家是真不用担心啊 所以这个事情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吧 反正美国的这个 渔猎部门 就是这么规定的 总之来说呢 毕竟大闸蟹 是一个外来的物种 它们对于本地的物种呢 是只有坏处 然后没有什么好处 因此呢 它就在这个被限制之列 那么大家禅归禅 咱们还是回国 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这两年呢 现在我们唯一 就是等着这个疫情 在中国能够缓解 什么时候能够 不让我们去隔离的时候 我们这就可以 打着飞滴回祖国 去大吃特吃 大闸蟹去了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 就提醒大家 在美国 这个买卖大闸蟹 各个方面都是违法的事情 我们要小心 不要干违法的事情 想吃的话呢 就等一等吧 咱们吃吃美国的蓝蟹 吃吃美国的小龙虾 我觉得呢 这样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的 由于这个时间的原因呢 今天的爱八卦 就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 再见了 气温非常的低啊 在这儿提醒大家 注意及时的保暖 熬一锅热热的螃蟹汤 我们来暖一暖身体 这样呢 就可以让我们 安然地度过 这个寒冷的夜晚 再次祝愿大家 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